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法国的世界报在9月5号刊登调查文章说 中共正面临来自新的精英阶层的抵抗 文章说 这个所谓的新精英阶层 是指那些越来越财大气粗 并且敢于在网络上公开发表言论的私营企业老板 作者介绍说 这些到目前为止相对温顺的 中国私营企业老板们为了生意不得不收买政府的官员 与此同时 他们又大多被百姓谴责为官商勾结 财产来路不正 文章说 这些老板们十分的清楚 一旦风浪再起 他们将是政府最理想的替罪羊 今年7月份被秘密处死的湖南三管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 曾成杰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世界报认为 曾成杰被处决事件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拉响了警钟 报道引述万科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王石的话说 民营企业家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开门做生意 而应该在公开场所发表自己的观点 北京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板王英也持相同的观点 王英表示 他并不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只要不关心政治 对政权下跪就可以保住身家 杭州律师王成9月6号在微博上发出消息说 他被杭州市警方传唤 罪名涉及颠覆国家政权 王成的微博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字 却迅速引发民众的关注 网民星火必燎原就说 又是颠覆 你中共怎么这么害怕被颠覆 一个普通人怎么能颠覆你了 北京律师张凯也表示 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悲痛 王成今年4月26号因为参加公民聚餐 曾被杭州警方传唤 8月份他又申请让中共司法部 能够公开最高法院 还有各省级高等法院的宪政院长 还有副院长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信息 还在维权人士郭飞雄被捕之后 牵头成立了法律后援观察团 湖南警方在9月6号 是查封了当地的四大QQ群 包括湖南同享会所 还有宪政梦中国 以及SVTC宝庆和凌晨三点半 据大陆的维权网报道 这四大QQ群是湖南QQ网友们 交流的重要平台 在湖南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网民主要在这里 是对时币还有民主宪政进行讨论 其中湖南同享会所 还有宪政梦中国 是拥有上千名网友的大QQ群 那么其他两群也拥有超过500人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